我們看到這個台東正恩四月二十五個 正式通車 但是說如果正式通車 收費之後的運用比四英文 的時候六半五十四趴 台東市的高同教表示 為這個免費專做愛收錢 運用一定的下降 會陪這個正恩公司討論 想辦法提升運用 早上九點 進出市府 咱們民眾並沒有這個 上到四英文期間出現 很大的路差 台東市 正恩六算在四月二十五個 正式通車 但是開始收費之後 有民眾沒有想要花錢坐 港元繼續坐公車 使用十公里免費的優費 當然是公車免費這樣 優惠啊 我到中山醫院 他會坐到大慶火車站 那我要再走回來 其實是有一大段路 我以便利性為主 雖然也想不到民眾 願意開始來坐這份 但是經濟台東市正恩公司的統計 正恩六算七英文的期間 來坐車的中林處 二百十三萬七千空七十四的人 平均每天有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五的人 比約港的五萬一千人更加高 但是正式通車東港加上幾天 兩天的運量 算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四 台東市交通局表示 會跟中山公司討論 提升運用的方案 當然第一天的禮拜一禮拜二 事實上運量大概都在兩萬八左右 這樣上下的運量 我想這個部分 第一個運量部分 我們後續還是會跟中間公司 來討論 有沒有其他這些相關的方案 我們可以來這個激勵民眾 可以多多搭乘捷運 如果搭勝率下降那麼明顯 我們必須要先把運量能夠做有效的增加 再來看看財務怎麼樣來做平衡 我覺得可以利用跟我們其他公共運輸的 接駁轉證的優惠 看能不能更明顯 可以吸引一些全程都使用公共運輸的人 交通學者人為建議英文初期 運量能不能提升相當重要 在後要去習慣使用台中運輸的軸運 也要有有夠的誘因 讓使用起機車的民眾 可以改變習慣來坐這運 另外 之前車身登記報商問題 目前台中市政府也已經立正立所期 包括前三個票價收入 讓數數額 公共客業等英文損失 當台相關的檢驗較重後 會向台北市政府要求報商 記者台中總共報道